哇,變出水果來了 從盒子中一樣樣變出食材 精心的魔術表演 提前為芋頭料理上菜秀來做準備 還有一些葡萄乾 另外這些番茄 番茄的顏色也比較好看 倒入蘋果切丁和美乃滋 最後加入芋頭一起用手攪拌 這道香芋蘋果沙拉就完成了 不用複雜的技巧 方法簡單到讓每位媽媽都可以輕鬆做出這道金牌料理 這芋頭把它稍微切丁 煮熟後大概10分鐘左右就可以了 把它冷卻 我們是加一些蘋果 蘋果以外也可以 你加葡萄或加甜絲 一些水果都會帶進來 加水果進來的基本的元素就是說 它全部這芋頭可能會比較膩 你加一些蔬果進去 會增加一些水果的一些脆感以外 會增加均衡的一些營養的基本條件 台中大甲和大安區的檳榔新芋 遠近馳名 為了行銷在地農產 台榮市農業局日前 特地在市府陽明大樓 舉辦一場遇見幸福好料理的記者會 除了邀請金牌廚師現場示範 簡單輕鬆的芋頭料理外 農會也配合拿出各式各樣的芋頭農產加工品來宣傳 它本身一開罐就可以使用了 就像我們在吃微罐的方式 一開罐它本身是已經煮過的 然後它也可以搭配一些西米露 以及芋頭那個紅豆湯 來做一個搭配的吃法 因為這個地方 因為它的土壤氣候 特別是用大安區帶去灌溉的 它的品質特別好 口感特別綿密 而且芋頭它除了可以鮮食以外做蔬菜以外 還可以加工做糕餅 還可以做冰品 所以它用途非常多 那前台灣來講 現在目前以品質最好的芋頭 就是我們大甲跟大安所生產的芋頭 農業局表示 芋頭從種植到採收約七八個月 為了調節產量和價格 除了銷往國外 就要靠芋頭加工品來提高附加價值 辦理這場宣導記者會 就是要鼓勵民眾多多來吃芋頭 一起在新的一年 與見幸福 記在立教台中採訪到